五个处罚孩子的科学方法 当孩子犯错的时候 正确的处罚可以帮助他们记住教训 错误的处罚只会让他们更反抗 所以我们要找出正确的方法 第一个 到冷静区去反省 当孩子犯错的时候 要停掉他手边的事 要暂停他的时间 所以一定要设计一个冷静区 让他去好好的反省 第二个 停止他某些权力 例如可以禁止孩子看卡通 或减少他的游戏时间 当你停止某些权力的时候 孩子才不会无关紧要 第三个 罚劳动服务 可以处罚孩子去做一些 他平常不爱做的家事 第四个 严肃的对话 孩子犯错时表情严肃 声调低沉地告诉孩子 这是不对的行为 更不可以嬉皮笑脸 第五个 承担自然后果 当孩子把东西弄坏了 你要让他自己拿自己的零用钱去赔 而且要自己去道歉 这样下次才不会再犯 我们爱孩子 但是同时要建立他们原则跟规矩 让他们能反省错误 这才是真正的教育 第五个 承担 第五个 承担 第五个 承担